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史 作者杨继生 第23章 从批尘整风到林彪出逃 小舰队只上谈兵 在毛向林彪集团步步紧逼的时候 林彪还是蛰伏在家中 除了死不认错以外 抱着一种消极态度 据知情人说 林彪得知毛南巡讲话以后 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做 哪里也不去 摆出一副作等挨整的架势 9月11日12点30分内勤 听到林彪对叶群说 反正活不多久了 死也死在这里 一是坐牢 二是从容就义 林彪这种态也许是一种较好的选择 从力量对比上 他不是毛的对手 他不是说大不了是彭德怀第二吗 如果他消极哀整 只不过是癌批 下台养病 凭他的战功 日后会给他相当的地位 不止于落到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极等待哀整的时候 他的老婆叶群和儿子林力果却不甘心失败 年轻气盛的林力果认为 如其束手背擒 不如破釜沉舟 他对他姐姐林力恒说 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 说不定有一线希望 林力恒阻止他冒险 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 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科长 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 叶群性格外向 懂俄文 好读书 有较高的悟性 毛泽东让他代替林彪参加政治局会议 林彪身体不好 事事依赖叶群 也相信叶群的判断能力 他控制着林彪的信息来源 他给林彪的讲话和批示文件把关 防止林彪的意见走火 他以林彪的名义联络亲信 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一样 叶群是军委办事组也是说一不二的 林彪果在空军羽翼见风 凭借他是林彪儿子的地位 目空一切 他认为庐山会议上的失败是老军人无能 他要摆脱这批老军人另起炉灶 在林彪果还没有当作战部副部长的1968年 根据王妃和周宇驰的提议 王妃 周宇驰 林彪果等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合小舰队的雏形 小舰队这个词 本来是空军党委办公室一些人聊天的时候 一句玩笑话 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了 九十三事件以后 空军有二十五人被认为 是林彪果小舰队的人 关进了秦城监狱 面对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状况 林彪果决心破釜沉舟 奋力一搏 1971年3月21日 林彪果 周宇驰 于新野 李伟信在上海密谋对策 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 认为有三种可能 和平过渡 被人抢班 自己提前抢班 最后倾向是提前抢班 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 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 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 在和平过渡 或是直接谋害B-52 他们用作毛泽东的代号 但B-52威信高 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 尽可能不这样干 他们商定 先做两件事 写个计划 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争取和平过渡 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 林立果说 我看就叫571工程 武装起义的谐音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 林立果等搞了一个 570亿工程纪要 这个纪要还没有成型 只是于心也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 看来是一个讨论稿 93事件以后十多天 这个笔记本才在北京 他们的一个据点找到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没有看过 570亿工程纪要 林彪 叶群是否看过不得而知 这个纪要把黄 吴 李 邱的军委办事组定为借用力量 而不是基本力量 可见 没有让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 参与武装起义 570亿工程纪要有9个部分 1. 可能性 2. 必要性 3. 基本条件 4. 时机 表情符号 生气 5. 力量 6. 口号和刚领 表情符号 生气 7. 实施要点 8. 政策和策略 表情符号 生气 9. 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是对形式的分析 说庐山会议以后政局不稳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10多年来 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 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敢怒不敢言 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 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在必要性 必然性中说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 互相倾压的绞肉机 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们分析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时写道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 等于变相劳改 机关干部被精简 上午期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 特别是青年工人 工资冻结 等于变相受剥削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 充当炮灰 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570亿工程纪要还说 毛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 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 今天一小撮 明天一小撮 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是一个怀疑狂 虐待狂 他整人哲学事宜不做 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 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 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 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570亿工程纪要提出的口号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币五二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570亿工程纪要中的一些内容一针见血 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当时我听传达时 会场一点声音也没有 人们屏住呼吸静听 会后人们默默走出会场 不敢评论 570亿工程纪要表现了青年军人的锐气 但是 其中也表现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 不管怎样 这份文件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批判 是抨击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最强音 林立果记其反对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旗帜 准备采取拉秦的行动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这反映了当时中国一些人的意愿 天下苦勤久矣 570亿工程纪要说 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 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 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 也要破釜沉舟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 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 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9月6日小舰队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 加紧了行动策划 事后的官方文件说 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首令 判照利果与石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8日晚上21时48分 林立国与刘沛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 密谋刺杀毛泽东 奇怪的是就在9月8日这一天 林彪派人给江青送了一筐四个西瓜 放在钓鱼台10号楼的前厅 12日江青要到颐和园去玩 叫服务人员带上西瓜 江说 我请大家吃海南西瓜 这是林副主席送的 还说 把中间那个筐拿出来 外面那一层你们吃啊 我吃中间那个心 毛的南巡讲话 9月6日就传到林立国手里 林立国已经布置拉秦行动 送西瓜是为拉秦行动做掩护 还是林彪不知道林立国的拉秦活动 江青12日游一和园 说明他不知道当晚将发生重大事件 913事件对他来说是 是突然的 可能对所有人来说也应该是突然的 8日深夜至9日凌晨 林立国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 工自防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 参加人有周宇驰 江藤娇等人 会上商议谋杀毛泽东的办法 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菱火箭筒打火车 二是吊100高射炮瓶射打火车 三是要王维国城主席接舰时动手 后来周宇驰又提出 用日本人搞黄姑屯事件的办法 急在铁路桥梁上放炸弹 把朔放机场的油库烧着 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 成混乱之际动手 但是在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都被一一否定 在束手无策时 他们把原来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的 时任洛阳步兵师政委的观光烈叫来 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9月10日晚上 观光烈乘十次特快列车到北京 周宇驰给观光烈看林彪首令 不是在怀柔直升机破降现场发现的数写的 而是横写的 提出钓两个营攻打钓鱼台 钓一个喷火连到上海 观光烈说 别说一个连 一个牌也不行 个人无权调动部队 除非军委下命令 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 一级一级上报 申请火车皮 由军运部门调拨 才能坐上火车 林立果说 冒充军委下令呢 呼嚎频率不一样 还要配密语 更不好办 看来确实不行了 林立果决定 先不要展开部署 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12日19点30分 林立果城256号 三叉几专机到山海关 准备次日早晨 直接飞到广州 行前 他把王飞等召集到空军学院 让他们坐南逃广州的准备 晚8点 周宇迟到空军学院 他对等候在那里的王飞 江藤娇 于新野 李伟信宣布 首长决定 立即转移到广州 到那里另立中央 实行割据 周宇迟对他们说 明天上午8点钟 林彪等从北戴河直飞广州 北京的这些人明早7点钟起飞 用林彪名义通知黄 五 李 秋上飞机 如果不愿去 就强迫他们上 他们还安排一架 1218飞机到上海江湾机场 接上海小组到广州 他们没有想到 周恩来已经控制了飞机 南逃广州市闭门空想 林立国等在密室议论的武装起义的计划 都是不着边际的空想 被指定的执行者都退缩不干 最后只能胎死腹中 570亿工程纪要 只是纸上谈兵 纸上也是一个草稿 根本没有行动 在九十三事件以后的长时间严格的清查中 没有找到他们行动的实务证据 九大以后的林彪虽然不愿意跟毛继续革命 很难说他有拉秦的意图 如果林彪也参加了拉秦行动 以他的军事才能和他在军队里的影响力 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直升飞机上迫降后 俘获的李伟信在审判林彪集团法庭作证 570亿工程纪要 这事与首长谈过 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首长是指林彪 学界一直怀疑李伟信的证词 既然小舰队没有采取危害毛泽东的实际行动 即使毛泽东的信息在零 他也不会得到他将遭到谋杀的信息 一些著作浓墨重彩的描绘说毛如何激紧地躲过了林立果的暗杀 都是为了坐实林彪集团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 其中一些细节都是出自汪东兴 难免他有自我表公的成分 在汪东兴的叙述中 毛躲过暗杀的行动都是汪东兴实施的 不过 在与林彪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 警惕性极高的毛泽东当然有所戒备 9月10日下午40左右 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 向上海方向及时 晚10点前到达上海 依靠在飞机场附近的支线上 毛却没有下车 让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王洪文等人到火车上来谈话 9月11日上午10点 毛与许室友王洪文在专列上谈话 到吃饭时间 毛泽东说 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 王洪文你请客 陪陪这位老将军喝几杯酒 你们都去 我在这里等候你们 他没有等候许 王 12点30分 专列离开上海 18点35分 抵达南京下关车站 专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检修 仅用了15分钟 便又启动了 从上海乘飞机赶回营后的许室友 没有让他上车见面 9月12日凌晨5点 专列到济南 毛让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 通知纪登奎 李德生 吴德 吴忠等到丰台站 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 7时40分抵达德州 停车20分 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 停车15分 12日中午1时10分 专列在丰台站停下 毛同济登奎 李德生 吴德 吴忠 陈仙瑞等谈话到三点多钟 毛不进直接进北京 他对北京的安全状况还没有把握 谈话结束后 毛让李德生留下 郑重地交代李德生 要他从38军调一个师到北京郊区南口 第二天 按照调兵程序 周恩来与黄永胜 吴法县 严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完成了这个师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点05分 专列到达北京站 毛城汽车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 这关键的两天小舰队是怎样活动的呢 请看鲁民的回忆 鲁民 1952年12月5日 在朝鲜战场上打下了美军飞机F-86 配刀式 成为战斗英雄 913前西市空军作战部长 他回忆了那两天的几个关键时刻 1971年9月11日晚约8点半 我被将腾交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 林立果看到我就说 现在要进攻了 副统帅有令 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周宇驰拿出一张印白纸 林立果递给我 我看到的是用红铅笔写的案例 国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9月8日 林立果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张 马上要开三中全会 全会一开 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 副统帅下了命令 要主动进攻 将腾交在上海打头阵 争取在上海搞掉他 不成就让鲁部长的第二次进攻了 有的是炸药 在铁路上一放 就是第二个黄姑屯事件 鲁民对他们说 我空战次数不少 可没有在陆军干过 对炸药从来没有摆弄过 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 这是鲁民的托词 听说要谋害毛主席 他头都炸裂了 但在那几个配枪者面前 他不能说不 讨论没有结果 于心也传来一个电话 毛主席已经离开上海 林立国便仓皇宣布 情况有变化 今天的议论全部作废 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 什么话也不能传出去 不然就会杀头 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鲁民害怕了 想办法摆脱林立国等人 当医生的妻子想出了办法 当时正流行红眼病 用浓盐水 过期金霉素抹在他的眼上 一会儿双眼赤红 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但他没有摆脱 9月12日晚8点多 王飞电话通知他 立即到办公室来 有重要文件传达 林立国已成 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 鲁民按王飞的要求到了办公室 见气氛十分紧张 王飞说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林副部长已经到了北戴河 来电话 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 护送黄 武 李 邱几位首长 明天由西郊机场起飞 去广州 现在的任务是 立即拟好名单 编好组 做好一切行动准备 于心也在旁边记录 逐个核对名单 分别编组 记下名字 第一组王飞 鲁民等23人 共6个组 大约晚11点钟 一个电话传来 王飞脸色煞白 他慌里慌张 语无伦次的说 快散了 大家都散了今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大家赶快回家睡觉 原来是周宇驰来的电话 说暴露了 不搞了 原来是南下广州的飞机被周恩来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装起义简直是儿戏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 如果谋害毛泽东不成 就到广州 9月12日下午4点多 周宇驰让胡平安排6架去广州的飞机 当晚7点 胡平通知34师副政委潘景音 要他亲自驾驶三叉戟256号 当晚送林立果到山海关机场 潘景音让给飞机加油16吨 10加15吨 比平日飞行多加了3吨 到广州的6架飞机 胡平也做了安排 12日晚7点40分 林立果、刘沛峰 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号 飞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 晚8点15分 林立果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 9点左右 他们就到了林彪驻地 北戴河中央领导人休假地的96号楼 这时的北戴河 正在为庆祝林立恒和张清林的订婚 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 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贺之后 就到夜群卧室同夜群密谈 大约晚10点 林彪、夜群、林立果一起密谈 林立果此时和林彪谈了些什么 是决定林彪下一步行动的关键 如果林立果将他策划 并实施的拉琴行动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林彪肯定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他不可能当第二个彭德怀了 他的下场比刘少奇还惨 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林家父子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对话 林立恒说 他让内秦偷听 隐隐约约听到了林彪说 我是个民族主义者 这不能完全相信 林彪三人在室内关门密谈 能听清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分析 如果说在这之前林立果可以瞒着他父亲 现在拉琴行动已经失败 情况万分危急 他必须如实告诉父亲 必须和父亲商量对策 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对策 他已就此对策向周宇迟等做了布置 然而毛南巡讲话的内容已传到林彪那里 知道广州军区已将毛的讲话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广州军区能不能支持他们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 即使广州军区支持另立中央 在强大的毛泽东面前 也维持不了多久 在作战中力求十拿九稳的林彪 应当不会同意南下广州的 他们的决策十分困难 逃跑是唯一的决策 跑得越快越好 拉秦失败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 林立果带回的消息对林彪来说是突然的 林彪 叶群 林立果三人做出逃跑的决定是仓促的 毛泽东的接班人逃跑 绝大多数人 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 是不可思议的事 九十三事件是突发事件 当然 这个突发事件是酝酿已久的 9月12日晚 林立果告诉林立恒马上去广州 这是在和林彪 叶群密谈之前 林立恒决定马上报告警卫部队 他来到8341部队二大队驻第58号楼 找到大队长江作寿 副团长张宏 说 叶群 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 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 要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 22点20分 张宏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中办副主任张耀辞 张耀辞立即报告汪东兴 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在人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 据周恩来的秘书季东回忆 9月12日晚9时20分左右 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电话报告 说林彪女儿林立恒讲 林彪要出走 到哪里去也不知道 情况很紧急 过了一会儿 又接通道报告说 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成专机从北京来 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的电话通常都由纪东接 此时周恩来在人大会堂福建厅 纪东他在中南海西华厅州的办公处值班 23点多钟 张宏给张耀辞打电话说 林立果 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 还派飞机轰炸中南海 暗害毛主席 林立恒要我立即向张耀辞副团长报告 保卫好毛主席 林立恒没有向张宏说派飞机轰炸中南海 暗害毛主席这句话 张宏不可能擅自加这句话 这可能是张耀辞把当时的猜测写成了事实 周恩来知道林家母女关系紧张 怕林立恒把家庭纠纷掺进来 但周恩来还问吴法县 是否知道有架飞机飞到北戴河去了 吴法县说不知道 周让吴法县查证 汪东兴通过张宏了解到 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飞机 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机场 晚十一时整 周打电话向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晚十一点五分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 查明后回报了周恩来 的确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 李作鹏回电话是季东在西华听接的 他向周转告示周只说知道了 季东从电话中赶到 周没有回到会场 一直守在电话旁边 这是很反常的 吴法县向空军副参谋长胡平打电话查证 胡平说 是一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 是非山海关 周恩来立即指示 这架飞机立即飞回北京 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 胡平立即将周恩来追查飞机室告诉周宇驰 并要他转告林立果 还打电话给潘景吟 告诉他周恩来追查飞机的事 还统一口径 说邮泵出了故障 正在修理 飞不回来 周恩来听说飞机有故障后 让他们修好后立即飞回 不准带任 晚十一点三十分左右 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 问林副主席身体好不好 叶回答说很好 周恩叶只不知道北戴河有架砖机 叶开始说不知道 停了一会 他又说 有一架砖机 是我儿子做来的 他父亲说 如果明天天气好 要上天转一转 周又问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回答说 原来想去大连 这里天气有些冷了 周说 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说 晚上不飞 明天天气好了再飞 周说 别飞了 不安全 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周恩来进一步试探 对叶群说 需要的话 我到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叶群急忙说 你到北戴河来 林彪更紧张 更不安 总之 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从叶群说话支支吾吾 前后矛盾中断定 北戴河那里的确出了问题 他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对这架飞机做出安排 李作鹏记录下四点 第一 北戴河那位 指林彪 可能要动 要飞夜航 夜航很不安全 不宜飞 第二 他要飞夜航 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 等他到达机场后 请他给我来个电话 第三 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 要听我的指示 黄总长指示 吴副总长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飞行 第四 我已告诉吴法县到西郊机场去了 做必要准备 11点35分 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传达总理命令 这架飞机要听总理指示 黄总长指示 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 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起飞 13日0点6分 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 重申四人中一人指示才能放飞 周恩来后来说 他指示周 黄 吴 李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后来李作鹏为自己辩解说 是他将总理的电话理解错了 周恩来的追问三叉几飞机 还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 这使得林立果 叶群方寸大乱 晚11点40分 叶群对李文普说 快点掉车 越快越好 叶群又对李文普说 快点吧 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 有人要来抓手掌 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你快去掉车 林立果又对李文普说 老李 快点吧 有人要来抓手掌 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 你在这里看一下 他通知周宇驰放弃南下计划 改为北上 晚11点50分 警卫秘书往96号楼 林彪住处 吊车 现场一片混乱 叶群劈头散发 林立果跑来跑去 刘佩峰手上提了四个提包十分着急 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提包走到外边 杨振刚把车开上来 林彪 叶群 林立果 刘佩峰 李文普一一登上了大红旗轿车 林彪汽车跑出约200米 李文普急叫停车 并从车里出来 这时联响两枪 李文普左上臂负伤 晚11点55分 汽车离开96号楼直向山海关行驶 0点22分 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 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 叶群第一个下车 大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 快让油车离开 我们要走 林彪第二个下车 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 顺着驾驶舱的工作便踢一个个的爬上了飞机 童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 正要向机长潘景音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 但没有见到潘 便告诉了正在停机坪 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台起凉 台厅后茫然不知所措 林立果持枪都破台最后上的飞机 飞机紧急启动 强行滑出 右机翼的端部碰在 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 刮坏了右机翼肩上的红色航行灯 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8340亿警卫部队的人 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 飞机就紧急起飞了 0点32分 在起飞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 飞机在黑暗中强行起飞 副驾驶员 领航员 通讯报务员等机组人员都没有上飞机 山海关机场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 三叉戟256号飞机强行起飞了 李作鹏立即打电话告诉周恩来 周让李作鹏查飞机的航向 李作鹏向机场询问以后电话告诉周恩来 航向西北 这时已是13日零时55分 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的雷达监视这架飞机 并要调度员向这架飞机呼叫 要林彪等飞回来 告诉他们 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 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9月13日0点32 汪东兴分别接到张红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 林立恒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 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 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 您从人大会堂到主席那里 我从中南海南到主席那里 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他们两人几乎是同时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 汪东兴向毛汇报时 无法线来电话请示 飞机已经飞了30分钟 即将进入内蒙古 要不要派奸机机拦截 毛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不要阻拦 让他飞吧 1点55分 林彪的飞机越过中蒙边境414号 借庄上空进入蒙古 渐渐在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 由于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袭 经周恩来安排 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人民大会堂118房间暂住 为了防止再有飞机外逃 防止有人调动飞机来危害中央 周恩来和毛商量后下了禁飞令 从现在起 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副主席 周总理 黄总长 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 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 1点52分到59分 禁航令下达完毕 周恩来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跟踪 派杨德中随无法线去西郊机场 派继登魁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从13日清晨到下午 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 是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 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 带着老婆 儿子 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 你们要听从党中央 毛主席的指挥 从现在起 立即进入紧急战备 下午 周兆及副总参谋长张才谦 严仲川 王欣廷 彭少辉 陈继德武人道人大会堂新将厅参加政治局作战会议 他郑重地说 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 第二是打仗 第三还是打仗 周恩来担心林彪出逃到苏联以后 苏联乘机进攻中国 在下达进空令的同时 又向全军发出命令 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周恩来要海军舰队和各地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 让陆军进驻重要机场 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 这是出于对吴法县和李作鹏的不信任 周宇驰接到林立果放弃南下计划 改为北上的电话后 带着34师直升飞机大队副大队长陈世印到北京沙河机场 用林彪的98首令欺骗了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 于13日凌晨3015分截持了3685号直-5型直升飞机 凌晨3点15分 北京沙河机场紧急报告 飞走了一架直升飞机 机上有周宇驰 于心野 李伟信和副驾驶员等5人 周恩来下令 派飞机拦截 迫降 不听就打下来 直升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 驾驶员陈修文觉察他们要逃跑 就想往回飞 周宇驰察觉后 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 陈修文东转西绕 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 9月13日6点47分 在淮柔县杀狱迫降 陈修文被周宇驰开枪杀害 北京卫数司令吴忠命令警卫三师派出机械化部队包围现场 同时发动民兵包围 周围群众和民兵听到直升飞机降落声和枪声从四面八方赶来 周宇驰 于心野 李伟信从飞机上下来往山上逃跑 跑得筋疲力尽停下来 发现四周都是民兵 三人商量豪瀚 一 二 三同时开枪自杀 周宇驰和于心野自杀死亡 李伟信抬高枪口保留了性命 成了俘虏 被俘的还有陈世印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 外交部收到驻蒙古大使馆特级电报 今天上午8点 蒙古副外长约见中国大使许文艺 通知有一架中国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 在蒙古境内坠毁 机上9人全部死亡 蒙方向我提出抗议 后来得知飞机坠毁的地点是东京111度17分 北纬47度41分 一个较温都尔汉的地方 下午2点 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接通道外交部副部长王海荣电话 外交部收到我住蒙古使馆的特级报告 要送总理 不一会儿 王海荣道人大会堂北门 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交给纪东 纪东交给周 纪东在现场观察到 开始 只见总理眉头紧皱 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 脸上的神情逐渐舒展开来 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微微颤抖 突然 他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对着我 兴奋地说 好 好 你看 摔死了 摔死了 周还对纪东说 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 你也跟着我 说完 周恩来换了衣服 带着纪东和高震普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住处走去 纪东和高震普在走廊等着 二十分钟后 总理回来了 纪东看到他步履轻松多了 在三叉几飞机上九人全部死亡 他们是 林彪 叶群 林立果 刘佩峰 杨振刚 林彪专车司机 潘锦银 机长 李平 主管机械师 台启良 特赦机械师 张颜奎 机械师 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 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 这九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烧死的 9月14日傍晚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宣布了林彪等纪毁人亡的消息 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整整三天三夜 73岁的周恩来只睡了三个小时 得知林彪摔死以后 政治局委员们集合在人大会堂福建厅 会场一片轻松 周恩来说 要好好吃一顿了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举杯欢庆 还破例喝了茅台酒 短暂的轻松以后 周恩来却当着李先念和纪登奎的面先是默默的流泪 后来渐渐哭出声来 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 最后还说 你们不明白 事情不那么简单 还没有完 纪登奎和高文谦的理解是 周和毛的治国思想不同 经济建设的思路也不同 毛 周的不同会怎么样呢 林彪死后 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 就轮到他和毛发生摩擦了 所以说还没有完 张春桥听到周恩来宣布林彪死亡以后 亲自到外边服务台拿来一瓶茅台酒和几个酒杯 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 他给美人斟了一杯酒 说 我们今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9月17号 黄永胜在西山前敌指挥部 他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 华北 东北 西北 军用地图 愤愤地大声说 跑什么跑 真是害死人呀 黄永胜认为林彪出逃是下策 还要牵连很多人 在以后的街批运动中 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清洗 黄永胜 吴法宪 李作鹏 邱惠作等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判了重刑 军队干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 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 狼狈投敌 叛党叛国 自取灭亡 现有的种种物证人正业已充分证明 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 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根据确实消息 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 温都尔汉附近坠毁 林彪 叶群 林立国等全部烧死 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为了减小林彪出逃对社会的震动 这个文件先传达到省市 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 9月28日传达到地诗集 10月6日通报到线团集 913事件谜团重重 虽然中共中央对913事件做了结论 但是很多疑团没有解释 一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议 第一 林彪是否参与了 谋害毛泽东的军事政变 官方认为林彪参与了 谋害毛的政变 证据是他亲笔写的首令 判赵立国 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 一些研究者认为林彪没有参与政变 98首令是别人模仿他的笔记写的 林彪签发的文件不少是让别人用他的笔记代签的 林立国 周宇驰都曾练习过林彪的字迹 毛家湾也有人练习过 事后发现98首令有三个 第一个是9月13日清晨 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 发现被周宇驰撕碎的纸片 经公安部拼接 缺失三分之二 上用红笔写着 判赵 与持同 的命 林 9月8日 是述写的 写在一张16开白纸上 第二个首令是9月16日 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等在北戴河的96楼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 上面用红铅笔写的判赵立国 与持传达的命令办 林 9月8日 第三个首令林立国给观光列看的 是横写的 林彪不可能写三个首令 模仿者多写几张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装政变 为什么不动用军委统帅部的指挥机构 为什么不动用他的亲信黄 武 李 邱 林彪是大军世家 在他指挥的战争中总是十拿九稳 物求必胜 林立国等搞的那一套像儿戏 和林彪作战的风格完全不同 第二 林彪是主动出逃 还是被叶群林立国挟持 主流意见认为 林彪是主动的出逃的 林立国拉琴失败 匆忙来到北戴河 他们都知道 出逃是一条生路 如果能在广州抵抗一阵 也许有点希望 但周恩来以下禁非令 广州去不了了 国内已无立足之地 只有逃往境外 林彪知道 这一行动将使他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在进退两难的抉择中 最终考虑一家人的生命 还是顺从了叶群林立国的意见 李文璞回忆 大约23点以后 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 他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 然后叫我进去 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 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 准备马上夜行到大连去 到大连一个星期就回来 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 你准备一下 现在就走 林彪内勤陈战照正名 23点50分左右 林立国 叶群 刘佩峰一起到林彪客厅 过了一会儿 叶群和林立国走出来 林彪又打零 对我说马上夜行去大连 不休息了 有些东西可以不带 够用就行了 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 回北京过国庆节 两人证明 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药被绑架走的 林彪自己从简易闲梯上爬进机舱 说明林彪不是被绑架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 林彪是被叶群 林立国骗走的 邱惠座认为 叶群对林彪封锁消息 一切都由他决定了 在林立国看到走投无路时 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挟持外逃了 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 913发生的当夜 邱惠座在与李作鹏在京西馆聊天时说 如果林彪决心要走 林走时下几命令 在短时间内 也会大乱的呀 看起来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 把林彪搞走了 真是糊涂透向了 邱惠座在回忆录中还认为 林立国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 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 邱惠座只是分析 林立恒和提出了一些证据 也有人提出了证据 张恒昌回忆 手掌吃了安眠药 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 是从床上拽起来 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 没有一点自主动作 完全有我们俩摆布 林彪卫生员小张 恒昌 给林立恒爱人张青林电话 他们 指叶群 林立国正在床上拽手掌 情况十分紧急 手掌马上就要被拽走了 汽车再有十分钟就开动了 你们快 快 快呀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 用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战兆 张恒昌在913后给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 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 第三 官方意见说 林彪等要在广州令立中央搞南北歌剧 很多人对此质疑 文革史研究专家于乳信在林彪南逃广州 令立中央罪名考试一文中指出 所谓南逃广州仅仅是林立国的亲信周宇池和王菲的自说自话 无证据证实这是林彪本人的意图 南逃广州 令立中央是小舰队和新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 为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 质疑者问 南逃广州 令立中央得有点准备吧 这种准备工作当然是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他们都是林彪在四野时的部下来做 丁盛说 当时我是广州军区司令主要负责人之一 刘兴元是政委 孔石权任司中都是政委 副政委 我今天负责任的说 当时所有人都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 我今天郑重声明 我不知道 刘兴元不知道 孔石权任司中不知道 军区领导同志都不知道 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 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知道啊 没有吗 至于林立国 他写的那个五百七十亿工程记要提到什么广州市借用力量 他林立国写的关我们什么事 他爱怎么写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呀 接任丁盛的许室友在清查林彪死党时 也没有查到广州军区接应林彪南逃的证据 丁盛在这本书中还讲了修建南湖宾馆的情况 这是汪东兴让广东给毛泽东 周恩来 康生 江青修的 花了六千多万 九十三事件后应说是给林彪修的 是林彪南逃后到这里住的 为此丁盛在广州给汪东兴写信 你亲自坐镇 三番五次来 按你的指示搞的 你要说话呀 为国清到广州以后 才肯定房子是给主席修的 不是给林彪修的 第四 林立恒向中央报告 叶群 林立国要出逃 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什么没有阻止 李作鹏认为 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和林彪 叶群的动向和企图 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 为采取果断措施 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 李作鹏还认为 周恩来在处理山海关机场913事件的过程中 有重大失误 继位即使只是北戴河的8340一部队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 又没有采取诸如关闭山海关机场 控制三叉戟飞机 软禁空军机组人员等措施李作鹏还推测 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 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 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 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 为什么要放 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 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 历史最终会解开这众众谜团 1980年3月20日 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女婿张清林 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记述了9月12日晚 他们向8340一部队和北京的张耀慈五次请求 请求用部队阻止林彪一行从北戴河逃走的情况 但部队没有阻止 中央让林立衡和张清林也跟着上飞机 跟着走 据林立衡这个资料和李作鹏的看法 有的研究者认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一个大的政治阴谋 林立衡从北戴河的报告到汪东兴那里 毛第一时间就知道此事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 周恩来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抓住那架飞机穷追不舍 只是虚晃一枪 说要到北戴河看林彪 这使叶群更加仓促 却没有采取阻拦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阴谋说 因为林彪一行出逃是突发事件 这是出鱼毛 周意料之外 多年来一直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不了解上层政治斗争内幕的部队官兵 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 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 张耀辞回忆说 20 30 40分 张宏报告 林彪他们调动汽车了 我问张宏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张宏说 准备好了 我对张宏说 他们走时 你们要跟上他们 特别要注意他们去的方向 张耀辞没有让张宏阻止林彪车队逃跑 为什么 张耀辞说 这事还没有报告毛主席 中央还没有指示 我只能向张宏交代注意林彪去的方向 第五 林彪想叛逃苏联吗 官方意见认为 林彪就是叛国投敌 是汉奸 卖国贼 另一种意见认为 林彪没有叛逃苏联的动机 九十三事件以后多年来 没有证据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 他们与苏联或蒙古官方有过有关联系 说林彪叛逃苏联的证据 只有李文浦提供的一句话 这句话在九十三事件半年以后 专案组审查他时交代的 他听到林彪问林立国 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 他才发现他们不是去大连 而是要叛逃苏联 才跳下了车 林彪作为一个军事家 那几年又一直把苏联当主要敌人 不可能不知道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青回忆 1969年 林彪站在三北地图边 有时干脆踩到地图上 或者坐下拿放大镜看 看图很仔细 特别叫我找出伊尔库茨克 让我拿尺子亮一亮 亮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以此计算导弹飞行时间 林彪计算苏联从伊尔库茨克发射导弹到天安门的位置要9分钟 也就是说我们有9分钟的预警时间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苏联 林立过拉秦失败 闯下了弥天大祸 林彪一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祸 到境外只有能选择香港和苏联 事实上飞机就在逃往苏联的路上失势 当然即使是林彪主动出逃苏联 也不是叛国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飞机起飞到坠毁这段时间 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 飞机为什么在空中绕大圈 256号三叉戟飞机所属的专机组的师长 专机驾驶员时念堂 运用他对这架飞机的熟悉情况和专业知识 注文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适用度来标示的 按照顺时针方向 一周为360度 正北方向为零度 N 正东方向为90度 E 正南方向为180度 S 正西方向为270度 W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 按照正常的飞行规则程序 他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 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 256号三叉戟飞机 外逃的航向 应该是325度 然后再继续爬高 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 再改为平直飞行 完成这个过程 在三叉戟飞机来说 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 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完成这个过程 却用了20来分钟的时间 那么 在这样长的时间内 256号三叉戟飞机 又在哪些航向上稳定过呢 第一阶段 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 为244度 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4分钟左右 第二阶段 航向270度至280度 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 且平直飞行 这个航向 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 十念堂当时正在西郊机场 从雷达员那里获悉这个航向后 已经认为256号三叉戟飞机 再返回北京 第三阶段 飞机的航向从290度越过 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 第四阶段 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 及325度上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 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 这个硕大的问号 也向人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一 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 仅剩下了12.5吨的油料 这些油料仅是飞到苏联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 林彪要去苏联 就得最大限度的节省油料做直线飞行 然而 飞机却在空中绕大圈浪费油料 这是为什么 2.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 首先稳定在去广州的航向上 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 是否曾经想去广州 如果是 那么 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 是否得知周恩来已经封锁所有机场 无法去广州 3.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 还曾经稳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 飞机上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 如果是 那么 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 4.飞机的航向 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 325度到达340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 这是要干什么 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 飞机起飞后 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 对林彪喊话 希望他回来 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 如果听见了 他是怎样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黑匣子 这些遗团就可解决 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 是从中央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 飞机的机尾被抛在离着陆点500米的地方 这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 因此可以断定 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黑匣子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 在机头部位乘着语音记录器黑匣子的架子 也仍然完好无损 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也不会损坏 但是多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两件黑匣子都不见了 潘景音死后 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 后来邓小平将其定为正常死亡 潘景音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做了些什么 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 邓小平是否从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变对潘的定性 但是据蒋健先生研究 在林彪乘坐的这架飞机上根本没比有黑匣子 蒋健对这架飞机比这个师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还熟悉 尽管913事件谜团重重 对林彪事件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 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 林彪出逃机毁人王室事实 这件事不仅是当代中国上最大的政治丑闻 也是当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丑闻 这件丑闻不仅给毛蚁沉重的打击 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每天都宣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每天都让人们祝福他永远健康的副统帅 竟然出逃摔死 这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动 这一震动粉碎了文革以来官方制造的一切谎言 林彪事件这样的惊天丑闻 在民主制度下是不会发生的 它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的产物 正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 这个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种种疑问 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